先两个综合给我 打开竹笼 热乎乎的挂包皮 真的白白胖胖 撒上厚厚的花生粉 再包进满满酸菜 灵魂竹脚接着登场 三层肉卤到飘香 当然香菜也不能少 员工的手脚越来越快 因为这天是全台挂包店的大日子 平日下午非用餐时间 台北市这一间知名的挂包店 外头已经排起了长长人龙 就是因为呢 今天是农历12月16号 习俗上的尾牙日 传统呢 就是要来吃上一份挂包 我尾牙知道要吃挂包 可是没想到这么多人 在地人讲说 平常三十分钟就可以排得到了 那你排得多久 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因为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尾牙 我们已经等了快一个钟头了 习俗会带来你今年的好运 像颜小姐你吃汤圆一样 俗话说尾牙吃挂包 钱才满钱包 瞧瞧挂包的外形就像钱包 里面夹着满满馅料等于财富满盆 象征钱才用不完 而且挂包皮又像是老虎的嘴巴 咬住三层肉代表胡咬住 与台语的胡咬住相近 象征吃掉幻孕留下福气 老板特地准备一千多份 还贴出公告一人现买十个 农历12月16号是每年最后一天 要祭拜土地公祈求生意新荣的日子 不少公司的下午茶就是挂包 主管指定要吃这家 我其实不想来的 跟他说尾牙来这边会人很多 他说不管 是马来西亚的 我以为尾牙是那种宴会之类的 要吃挂包 国外游客也意外见证台湾的传统习俗 而这天除了吃挂包也能吃润饼 因为润饼的形状就像是用纸张 把铜钱包起来 同样有发财寓意 米知新闻六七三宝汉台北采访报道